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那些骸骨 以后这种景象不会再出现了 草原十八部几年之内 是啊 应该不会再进犯了 用耻辱换来了几年的和平 千灵 你觉得值吗 值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时间 有了这几年时间 我们才有了治理国家的机会啊 是啊 治理国家该从何开始呢 千头万须 臣也一时说不清楚了 我看就从这里开始吧 陛下指的是 收骸骨 打猎本来是为了训练军事联络 可是现在毕竟是天下统一啊 天下统一就是天下太平 可是十几年过去了 还是海骨遍野 这不是太平的景象 人心难免悲痛啊 是啊 回去 回去 我要下诏 普天下 收骸骨 陛下清临法事 普度众生 十方世界 幸尖 幸尖 大唐武德以来 重道不重福 未进以来 南北佛教兴盛 僧俗众多 天下收骸骨 佛教信众 伤亡亦多 朕特来祭殿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放下屠刀 真的就会立地成佛吗 心中一念之差 一念之间 师父的法号是 玄奘 陛下驾到 陛下 陛下 前太子的事在名分上没有最后了结 陛下要天下民心思志 臣以为应该拟定名分给前太子前齐网 这样于始于设计就可以定论下来了 同意 可是 朕不太懂人死了以后的名分定论 前太子和前齐网 虽然太上皇把他们贬为庶人 但是 他们和朕 毕竟是同母所生 应该还是亲王 但是 你们谁懂 名号的事呢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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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以为 称前太子为西王 前齐王为海陵王 比较合适 臣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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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王嗜好为尹 海陵王嗜好为次 臣以为比较合适 可以 说实在的 你们 你们刚才给朕出了个难题 现在 朕给你们也出个难题 现在 名分和嗜好都有了 则即日 一礼安葬 可是 送葬之日 西王和海陵王的旧部 你们 也去送葬吗 陛下 臣为西王救臣 臣以为 还是不去的好 你们 怎么能不去呢 为什么 尹 尹 尹 只怕 会有人议论 陛下 如今天下已经和解 如果臣等去送葬 只怕又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断送了现在的大好局面 看来 看来 有一天 该给朕送葬的时候 你们 也不去喽 臣 臣不管 臣 臣看还是那句话 中军 中旧军 中新军 总之 要中军 旧军以前对你们有恩哪 若你们不忘旧恩 必然也就不会忘记心恩 朕指望你们念朕恩 自然也希望你们不忘旧恩 这样吧 出殡之日 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部 必须送葬 中文字幕提供 江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陛下登基有四个多月了 新太子还是早立为好 这样呢才能朝纲整齐 立于天下人心安定 朕迟迟没有立太子 是因为立太子已长还是以贤呢 陛下 臣以为他们还小 是贤还是鱼尚不能考察 以陛下的贤能必然执政百年 所以太子的贤鱼不必过于计较 好 好 先立吧 但是 先不加勉 来 元梁至门 前奉宗师 臣以皇家 忠之王 往前 敌居敌者 王车军医 本相同身 叶与昭望 好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好的 痛紧脏了 我去为别校坏面心的 出去 出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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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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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完没了的出错 陛下 别生气了 这要歇息了 都弄不好 快 你 陛下息怒 连这宫女都管不好 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 都怪臣妾失职 管理后宫不善 如果陛下要怪罪的话 那就怪罪臣妾好了 便因为这点小事 气坏了身体 你是什么 小事 天下有小事吗 连这些宫女都没完没老的犯错 那些远在天边 一年我见不了几次的官吏们 什么事你干不出来 陛下 陛下 只不过是几个宫女出了点小错 您多虑了 我多虑 你问问他们 太上皇在的时候 他们敢这么放肆吗 你们看看 天天惹祸 气死我了 看看你们做的这些事 就该重罚 对 拜见皇后 暗则 罚机工禁闭 皇后要加罚吗 不要了 这是怎么了 你们为什么都这么不小心呢 这一次自动出声响 惊动了陛下 好了 别哭了 你们也受到惊吓 我就是不明白 今天没有请求宽恕 这是为什么呀 皇后 这些日子 不少宫女神情恍惚 受罚的人越来越多 怎么 宫中有什么不祥吗 不是 皇后知道天下收骸骨的事吗 宫中虽然不同君种 但也要赏罚文明 否则处处失守 总有一天会失火酿成大乱 我已经亲自处罚了 加罚了三个宫女 陛下 歇息吧 嗯 你说 像郑王的那些战士 他们都有名册吗 有时候也不完全 有些人 不知道 归到失踪还是逃脱 阵王的人 又说因为地域广大 寻找不变 或者是归到失踪 或者是归到阵王 你问这个干什么 天下收骸骨 你说那些家里人 怎么能知道那些海骨 是不是自己的父兄 士兵身上都有名牌 事说腐烂了 衣裳腰带还在 找到名牌就知道姓氏了 难怪 难怪什么 我听女官说 武德间 征战未平 陛下执政之初 即收天下海骨 平复鸣心 可是 海骨找到了 家人也就知道了 宫中不少宫女 知道了父兄战死的确实消息 心中悲痛 已知神情恍惚 没法子 大妙 他还能拿出来 一个宫女 哪能够 售 大妆 人 麻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凡是你们的父兄 随我征战 阵亡者 都站起来 收我李世民 你拜 随我征战者 常说 我爱兵如子 今天看来 我爱兵如子不够啊 你看看 他们的儿女 姐妹 在我的身边这么多 我却不知道 古来征战 朕亡者多呀 我令天下收海谷 本来是为了平安民心 不料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心中悲痛 所以宫中杂役有失啊 你敢 让这些宫女 都先回家吧 陛下 陛下许战者 休假出宫 处理家事 我真没想到 有这么多宫女啊 我打五劳的时候 也才一千五百人 到底有多少宫女 总在万数上下 加上内侍宦官 要进两万了吧 陛下是九五之尊 即便是这样 比起随阳帝 还不算多 这么多人的月消耗 就是一大笔开支啊 我和房玄龄他们 一轮国力 看来这内庭消耗 就很大呀 天下出宫 名利虚弱 再加上人口不足 是该尽大细算的 我想草原十八部 所要他们抢去的人口 其实 把一些宫女放出宫去 取配民间 十多年 就有人口增加了 是 是 你掌管后宫 你看 可世出多少宫女啊 请打仅算 大概有三千左右 这事我看就拜托皇后了 是 陛下 那今天被罚的那四位宫女呢 不要罚了 谢陛下 陛下早些歇息吧 今天为我脱缩的那个宫女 她在吗 在 传她来 传香林 是 是 拜见陛下 拜见皇后 让你受委屈了 起来吧 好 上那些东西 上什么 你看着办吧 谢陛下 好 好 现在在侧的宫女有多少 九千九百一十六个 太多了 你们现在 是啊 行了 姨妃啊 我这正要去太上皇那儿看你们呢 还是我们来吧 你现在是皇后 怎么敢劳动你过我们那儿去呢 快快 快坐 上去哦 是 这地方啊 还是老地方 有了心味了 人 也有心味了 人 也有心味了 来 喝酒 我 喝酒 喝酒 好 我喝酒 你喝酒 我信息朴素 没有太多讲究 爱郎现在是皇帝 你是皇后 再不讲究 也不能到丢脸的地部员 当年靖阳宫啊 只是隋朝的一个行宫 隋阳帝几年才去一次 可那皇家的规格 一样也不能少 对 这才是得天下 做天下的架势 就是 隋朝虽不是因为靖阳宫而灭的 但是皇家的意识名利过强 这开支过大 消费也过于铺障 所以民间的压力负担太大了 这危险呢 也就埋下了 所以 皇后就要改动规格了 我倒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过分的 我呢 只不过有二十多条狗 我自己再吃 能吃多少啊 再穿 又能穿多少啊 随着太上皇到处走走 消耗不了多少 刚才怡飞说到了规格 当然了 吃是吃不了多少 穿也穿不了多少 但是这规格很高 浪费就很多 所以 账 是不能按吃穿多少算的 我听说这宫里要削减宫女 可宫女的多少是有规格的 削减了连个亲王都不如 还怎么做皇帝 怎么做皇后啊 要怎么做太上皇呢 按理说呢 削减宫女 是后宫的事 但是陛下认为 要削减 我也认为要削减 我们来的时候 太上皇的意思是 他那里的宫女 不能削减 对 这我还真没想到 看来是我考虑不周了 看来 皇后是真的要削减宫女了 对 真要削减 皇后 没有想周全的意思是 太上皇那里不用削减了 等我算下账吧 喝酒 太上皇对削减宫女的事 不是很高兴 武德已经九年了 九年都没有宫女的事 为什么到了年底 会有了宫女的事呢 太上皇虽然不理朝政 后宫 后宫也是由皇后掌理 但是 太上皇的宫女 还是不减为好啊 武德 武德虽有九年 但是 开始的时候 天下并未统一 连年征战 草原十八部 几次进犯 今年八月 斩白马和他们定立新约 今后年年要给他们送物品 消耗国力就更大了 既然不能与他们抗衡 就只有牺牲国力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 修生养息 积累国力 数年后再说 薛剑宫女 与此有关 后宫的事儿 虽然由皇后掌理 但是 后宫的事情 有时候会惊动天下 惊动天下 就与朝政有关了 现在 太上皇不理朝政 当然是朕说了算 我大唐统治天下 有一条 以孝治天下 是 薛剑宫女 牵连太上皇 天下人 会怎么议论呢 你什么意思 天下人会说 朕对太上皇不孝吗 臣不敢是这个意思 只是听太上皇有些议论 这样吧 你是武德老臣 你去和太上皇讲 讲讲朕的道理 朕又会亲自和太上皇说 那 那好 臣 这就去见太上皇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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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皇帝 就要有做皇帝的道理 贵州 你怎么看 宫女削不削减 确实是内府后宫的事 朝臣不容置会 不 朕今天就是要听你说 刚才陛下说 薛剑宫女会惊动天下 这我倒可以说一说 一个君主 最重要的事情 是对天下大事 要有明确的判断 陛下说 大唐现在国力不足 这就是大事 处理事情 要与这个大事有关 宫女的事情 如果能够让天下人知道 陛下所忧虑的是国力不足 就再好不过了 朕原来不知道 有那么多宫女 看到了 就意识到国力不足 你这么一说 朕更想让天下都知道 薛剑宫女的事 薛剑宫女 宫女是要学姐 但我觉得 这是件小事 还有更大的事 急需陛下考虑 什么事 晋阳起兵以来 我以为太上皇 风少过多 武德以来 风亡过多 武德前风赏多 情有可原 为的是人心归顺 而武德后风亡过多 这九年来 必并显现 这其中就分石风 虚风 石风呢 有实力可得 虚风没有实力 只有明显 太上皇就不得不动用国库 来赏赐虚风 与国力大损 陛下现在已当皇位 如要想节省开支 就不得不考虑此事 是这样 你既然退位太上皇 有些事情 恐怕就不能太计较 说起来啊 太上皇 也难当啊 这个事情 也算计较吗 不就是为了 几个宫女的事情吗 太上皇也要过日子 过日子总得有人伺候吧 像这样的事情也叫计较啊 你要是不计较 就让我们这几个嫔妃管你好了 我的这些嫔妃都是有名分的 如果没有人伺候你们 你们还算是有什么名分呢 太上皇还没糊涂啊 我还以为太上皇糊涂了呢 人家说薛俭你也不计较 这计较的好啊 我们的日子还过得像个样子 这计较的不好 就真是古家寡人 加上几个半老不老的婆子了 不会的 该谈的谈 该唱的唱 就要新娘 人要富贵 陛下来见 否则得了天下 也不得天下 有什么两样啊 让他进来 是 儿皇拜见父亲 拜见父皇